现在大家心动应该想的都一样 都想要找一些比较安全的 位阶比较低的 先前没有讲到的 然后要搭配一些题材 因为有话题盘面上面 才比较容易上发烧 这难度有点高 不过最近默默有发现到 生技族群好像有符合一些条件 那确实最近指数很多产业也涨多了 想要配置一点防御型 生技往往也都是大家心目中的首选 再加上顾问生技月要到了 刚好又搭配话题 所以现在进退可攻的 是不是真的就是只剩生技族群 我想生技股 台湾的生技股 过去几年可能在天国一挥 或者更早之前都比较偏向画饼做梦 但是这几年下来 因为包括整个蔡总统 他也是把生技当成是六大主要产业之一 这几年来看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生技已经走出一个 有基本面 也有未来伸展空间的一个情况 而且每年的一个生技月 大概都在七月 那七月 今年的七月的一个摊位展位 这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 大概两千多个摊位 那他有四大主轴 那四大主轴我看下来的时候 其实如果再把他们个别公司的营收 把它套进去的话 有两个区块会是一个比较有机会 一个就是在医疗通路器材的这部分 医疗通路从大树药局 信医这个区块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医材 医材因为老龄化 很多的医材都是会需要用到 像联合股科这些都变成有些机会 然后再来的话 第二个当然就是在CDMO CDMO就是宝瑞今年这个涨翻天了 但是后来的一些GMP药厂的部分 他在CDMO的这个区块 他也是有一些代工的机会 那CDMO的代工的一个商机来讲的话 就好像我们经营代工一样 他的厂是需要GMP药厂以上规格的 并不是说 不是随便都能做 不是我也AI就能做的 他有一天他的 又中枪 又中枪 然后他是要有个入门门槛在的 那有入门门槛在的 通常会保有一定的毛利 保有一定的一个竞争 他的一个优势在 所以我们从这个代工的一个制药的部分 或者医疗通路或者医材 这个部分去淘宝是蛮有机会的 因为我刚刚跟齐员我们都有共同点就是 现在有题材有营收的涨高了 然后有的秤的题材也涨高了 那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 大盘可能回落值 可能到月线 甚至上来季线的这个部分而已 回落的部分很少 但是个股的修正很大 因为主立法人 他们把钱撤出来之后 筹码丢给虾蹭热度的一些个股 他们要买什么 他们买什么 我们常常在看就是大盘不好的时候 生计强 对 那在生计强 要强哪些 就是强 他们还是先看营收 不是看故事的 所以说从这两个去找 会是比较有一些机会的 所以如果在整个7月份的生计月 要表现的顺序性 你觉得 还是说大家都可以选 只要这四大方向 随便选随便买 以这四大方向来讲的话 当然会是先医疗通路 这个区块跟CDMO 但CDMO保瑞已经涨上去 那之前我们有在节目上 也有讲到像南光 它也是有GMP要的厂 那这个部分可以再去做留意 所以说我们把生计股 拉出来去整理 一个它是制药代工的 那就是把它勾选出来 大概以上市公司来讲 大概有三到五家 是可以做标选的 然后另外医疗通路的部分 包括达到老龄化 甚至健保用药 这个区块的 除了大树信医之外 像联合股科 甚至在这个陈德 陈德它是一个集团 他们每一档个股 其实都有它的优势 那可能营收的财报方面 是不是可能不太容易 立即就见效 对 关于这个问题 一个营收它不一定立即见效 但是它会有一个趋势 所以基本你要看到的是 它要么亏损慢慢的收敛 要么它已经转亏为盈 那甚至像宝瑞的话 它是营收季季高 越越高 那这是一个 但它确实已经涨上来了 那要怎么办 那就看其他的CDMO 相关代工药厂 不像南光 或者说是像剑桥 他们其实以 他们的营收来讲的话 是旺季是在第三季之后 那第三季季初你做布局 其实是可以吃到肉的 好我们可不可以 也敲个几档 也请顾问帮我们做叫站 所以说生计 现在随时都可以切入吗 生计如果说是 我们刚刚讲这两个区块 是可以随时切入的 比如说宝瑞 好我们敲一下 像宝瑞的K线啦 对宝瑞当然宝瑞 但一样啊 这就是很不亲民 这个价格不亲民啊 它是可以买零股 最近也有另外一档 不亲民的个股是涨翻天 像川湖它也是涨翻天 那它做这个伺服器的滑轨 那要到美国建厂 这故事有没有很像 哦好 那宝瑞 它现在其实有回档下来 然后到这个位阶 是OK 其实是OK的 它的本益比 今年它预估EPS来算的话 那退而求其次 会不会像南光1752南光 好那来看看南光 它也是回落下来 已经整理一段时期间 这个位阶又更低一些 更漂亮 它已经到前面的一个 连续红棒上攻的位置 那时候我们也在节目上有介绍它 然后它回到这个位置 它的本质没有改变 它的获利状况也没有改变 可是法人没有看到动作啊 外资 那你不就是买进去 等法人进来买吗 哦 哦 这也是个好事情啊 因为我们看它的 总监事的一个比例来讲的话 是没有太大的变动 表示说他们管理层 还是比较看好这个区块 它是做比较长的 公司的一个经营模式 是属于保守文件型的 所以如果像南光的话 也就是要有点耐心 因为它公司前景很好嘛 所以我们也就是跟它一起成长这样 是因为第一个 它公司是赚钱的 第二个它有GNP药厂 也可以做代工 那另外呢 股价位阶就在这个地方 它在起涨点的位置 如果说以前播的一个对比来看的话 那还用刚刚降到这个 一财太薄是吗 我刚刚看到赤卡尔烈太薄的话 太薄对 那太薄的部分的话 它一财的话 你看它也是一个 横盘修正的一个整理 它是慢慢的 打入这个健保 耗财的部分 那或者说在 整个以后老龄化的时候 其实慢慢它的一个营收 是慢慢增长上来的 所以这个其实也可以 可以放长 我们也不光只是为了生计月买而买 它是不是跟那个可以放长 对 然后呢 它们会有一段时间会一言不合 大家一起涨上来 然后那20到30%的时候 你的期望值到 你再来就做出场 在这个图形的最左边那边 它有一段时间 它就会忽然的这样几根上来 我们听到一个也是很重要的策略美港 就是说虽然它的营收前景可能都很好 尤其未来老龄化 但是如果有达到大家想要的一些期望值 或者说可能接近前高 这样讲是不是 对啊 那我们看嘛 像现在这个位阶到200块附近的话 就是前高附近 那也就是刚好你可以顺势 可以顺势的放口袋 然后再等它回落的时候 再重新一个波段接 因为你看像现在其实很少在讨论他们 对不对 对啊 就买在大家都没讨论的时候 然后卖在大家都讨论的时候 这也是个方法 而且对生技股特别有用 现在大家都没什么在讲生技的时候 忽然看连续三根涨停板上来 就有人开始讲了 我们举例来讲这个题外话 万国通你知道做什么 不知道 很标耶 万国通它是做旅行箱的 对啦 我想说对很耳熟 对啦对啦 是 反正那是联想技的啊 那这个联想我觉得想太多了 但是它会涨啊 那你去翻它EPS 它有因为说这个观光旅行热潮的话 所以旅行箱要好几个嘛 这个就想太多了 反正就是 但是好了 我们生技医疗题材就是刚刚讲的那些策略 大家可以先 甚至没什么讨论就是最好的啦 是啊 因为它往往当它开始热的时候 它一下就上来了 你要追反而也都追不着 我们洋环就是走在最前面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还有哪些产业讯息 休息一下 结许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